拜託 快點 被寵了 救護車叫了沒 還沒 我不知道 救護車 拜託 拜託 被寵了 你給我冷靜一點喔 原警感到現場男子朋友神情 緊張的不斷喊著要叫救護車 就連一旁的女性友人 也蹲在地上放聲大哭 有叫了 對方是誰 不知道 我不知道對方是誰 不知道 他就突然被寵了 被寵男子躺在地上 痛苦難耐 血流不止 同心的朋友全都疾瘋了 事發在花蓮國連五路 二十五號凌晨五點多 一群朋友到酒吧 開心慶祝耶誕節 沒想到就在酒吧外面 嫌犯與被害男子 不明原因發生了推擠衝突 並且拿出遇藏的銷刀 往對方腹部砍了一刀 隨之逃逸 被害男子倒地不起 警方趕到現場 隨即送醫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立即請到營業小組 掌握涉案人身分 並在某間旅館店內 棄獲一名涉案人盜案 另一名涉案人已掌握身分 陸續通知檔案說明 平安眼狂歡 卻上眼砍人事件 嫌犯被一傷害罪 移送地檢署偵辦 記者就只要玩 電話連採訪報道